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上回說到,湯龍和徐玲終於追到時遷 接著三個人上了一輛車,想去泰州追回顏寧甲 誰知在車上,徐玲被陌生司機用蒙漢藥迷魂 究竟這個人是誰?他有什麼企圖? 原來他就是梁山的新同事,樂禍 他用蒙漢藥迷魂了徐玲之後,就合同時遷、湯龍 三個人把徐玲夾上梁山 宋剛和其他頭領在山上一接到探子彌報 說徐玲已經來到梁山,當堂走出去迎接 他們出到去,見了徐玲還是死豬地躺著睡 當然是很擔心究竟會不會出事 宋剛就馬上叫了他幾聲 徐兄弟!徐兄弟!徐兄弟醒醒!徐兄弟! 但無論宋剛怎麼叫,徐玲都依然睡到死豬地 這個時候,吳用就走過來,又出他的屎招了 哎呀,宋兄弟,蒙漢藥叫得醒,就不叫蒙漢藥了 哎呀!是呀! 可能剛才在酒裡放些蒙漢藥份量多的那頭 所以一時半刻都應該醒不到了 那?那吳君師你有什麼高見? 你是不是想他快點醒? 當然呀! 好簡單,叫武寵過來 武寵嗎? 是 武寵 喂!我在那裡,誰叫我? 誰叫我? 哈哈哈 武寵兄弟,是嗎? 吳君師就說你有辦法叫醒徐玲 他為什麼躺在那裡? 他喝了有蒙漢藥的酒 哦!小兒波 你們先走開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走開? 傳了件衫 宋大哥幫我拿著件衫 嘩! 喂!武寵兄弟 你多少人沒有洗衣服? 衣服就天天都有洗 只不過我的臭壺真的很厲害 以前在外條村那裡 如果被人落了蒙漢藥不醒 我招到那個蟑螂底,對著他被人摸過去 馬上醒,包見效,百事百靈 還沒試過蟑螂 不是開玩笑 是不是真的這麼蟑螂? 很臭我快點 哈哈哈 等等 來來來來 你幫我壓開他的手 我怕你不按住他的手 他一醒就一拳防駛你 我讓我痛了 武寵兄弟,你可以快一點嗎? 我快暈了 好的,來 一、二、三 嘩! 嘩!究竟怎麼這麼臭? 嘩! 嘩!這裏是哪裏 哈哈哈! 這位一定是徐寧、徐大哥 對吧? 你是誰? 我是… 我是你救命恩人 我是誰? 嘩! 嘩! 怎麼這麼臭? 哈哈哈! 嘩! 我的革底帽 嘩! 快點走去! 哈哈! 你是誰? 你們是什麼人? 哎呀! 徐寧、徐兄弟 你…你是誰? 看我樣子都知道我是讀書人 那天下間這麼多讀書人 你是誰讀書人才是? 我是在讀書人當中 都算一個名人的名人啊! 那…那即是誰啊? 在客政時梁山軍師 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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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聽說過? 未 你什麼搞錯啊? 你在京城做什麼的? 你不是做官的嗎? 你們做官的人 不是認識我們梁山上所有人的嗎? 我只是教人洗槍而已 唉…洗官仔 不要緊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是兄弟 以後 又福同享 又難同當 福又又歸 你說什麼呀? 什麼兄弟呀? 又福又又歸 你到哪裡來? 我不是去找回眼靈甲嗎? 你現在上來我們梁山的了 什麼?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我們梁山的好漢 慢著… 我明明是去著山東的 有什麼解救會來梁山? 還…還做兄弟? 整件事呢 你就聽我美美到來 因為呢 朝廷那些連環馬好勁 我們不夠他打 但是呢 據問你的歐廉槍法 就可以破他們的連環馬 那當然啦 於是呢 我們想請你上山 但是我知道請你一定不來的 我想什麼說? 於是 我們就偷了你的盔甲 來騙你上山 你一路 所吃、所喝、所見到的人 都是我們挖好的頭悟來的 蛤? 不是嗎? 這麼意外? 是啊 你現在回不了頭了 那我上來做什麼才行? 上來當然是給你一個頭領做 我不做 我要我老婆 你要你老婆聽我說 先 你上來我們這裡 好吃、好住 最緊要呢 教會我們兄弟 怎樣用這個歐廉槍去破連環馬 那你就功德圓滿的啦 以後 我們再出去 結婦祭貧 都遇上你一份的啦 我不想 我要我老婆 你要你老婆 是嗎? 你嘗試對著天大喊一句 我要我老婆 是不是真的? 你嘗試就知道 我嘗試了 我要我老婆 上公 娘子 上公 娘子 原來你被死啊 娘子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蛤? 人們說你死了 我怎麼死了 你看我現在多健壯 不是啊 有人拿著你的眼鈴甲回來 說你去找眼鈴甲的時候 病了 差不多死 於是我就馬上來看你 我就以為你死了 蛤? 哪個壞人這麼無良 說謊騙你啊 娘子 這也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我們可以團聚 那倒是 我連爸爸媽媽 和我們的兒子都帶了過來 嘩 嘩 這麼齊人啊 那我們今晚 一家團聚吧 一家團聚就是開心事 不過 我知道你心裡面 多少都有些遺憾 遺憾些什麼 你的眼鈴甲 哦 是啊 那我的眼鈴甲呢 你的眼鈴甲呢 我們騙你老婆的時候 就放在你家裡 放在我家裡 是啊 那現在全部上來 根付眼鈴甲 唉 正所謂 人間最幸福的事 莫過於一家團聚 你得一又想二 那很難滿足 正所謂 知足者常樂也 啊 慢著 吳君思 我未上來梁山 我又有眼鈴甲 又有我老婆 又有我一家人 喂 現在你們搞了那麼多 搞到我全家上來梁山 但是眼鈴甲又不在這裡 那我怎能幸福圓滿啊 那又是喔 聽起來又好像是我們利虧 當然啦 那你想怎樣 我想要一副眼鈴甲 那我給你一副眼鈴甲 你會不會乖乖地留在梁山啊 那就考慮一下 好啦 那你又嘗嘗 對著那些大學一句 還我眼鈴甲啊 喔 還我眼鈴甲 那 給你這副眼鈴甲 看看有沒有少到一條帽 等我看過 這副真是我家傳的補甲 好啦 我這次終於一家團聚 兼拿回眼鈴甲了 哈哈哈 開不開心啊 好開心啊 吳君斯 不客氣 那我先告辭 我知道 那我們不送了 咦 那我真的走了 你走了 我真的走了 我知道 那這樣 你落到山之後 如果官府不來追殺你的話 那你就安安樂樂 在下面享受人生 但如果有官府追殺你的話 那你再上回來 我們的待遇就不同了 咦 吳君斯 我又不是很明白了 因為解救 我拿回眼鈴甲 再湊齊我一家大小 然後落山 就會被官府追殺 我告訴你 你不要生氣 在你暈倒的時候 我們又拿了你的眼鈴甲之際 我們就找了一個人 穿了你的眼鈴甲 然後再化妝化到你的樣子 就在山下打劫了幾個客人 蛤 特地殺剩一個由他報官 然後搶他東西的時候 還跟他說 見不見我這副眼鈴甲 這個世界上只有我隨寧才有的 所以請認明我隨寧這個墨頭 相信現在官府都應該在通緝你 如果你真的要下去的話 我們可以找個兄弟 下去做一下良好事文 跟官府聯絡一下感情 順便拿回原相也好 咦 那我不走了 真的不走了 不走 真的不走 你是不是自願留在這裏 是 這樣啊 那就最好啦 那你答應我們的事情 還不做得到 答應你什麼 教我們用歐廉槍破連環馬 那就教啦 多謝了 不用客氣 就是這樣 徐令和他一家大小 以及他的眼鈴甲 還有他的歐廉槍法 全部都比梁山居為己有 梁山上的頭領當然很開心 可以得到徐令這個人才 於是 第二天 宋剛就吩咐徐令 馬上去挑選他心目中 洗歐廉槍的好手 在梁山坡那麼多的流羅 那麼多的兄弟裡面 挑五千人出來 那麼徐令接過宋剛的命令 他先下山 找了一間大醫院 然後去到體檢科那裡 找到負責體檢的主任醫師 徐令就跟他說了 李醫生啊 怎樣啊 我是梁山坡上面的新頭領 小姓徐 徐先生 是 你好啊徐先生 今天來就不是我有什麼病 或者想做體檢 就有一宗生意想跟你聊一下 什麼生意呢 梁山坡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希望進行一次大規模的 員工體檢 員工體檢 沒錯 我們這裡有價目表 你大概有多少個人 還有要做哪幾項 你都可以打踢來選的 我們大概有兩三萬的兄弟 都會下來做體檢 但是呢 我們這個體檢項目 可能就要由我來定制 你幫我執行 哦 這樣啊 沒有問題 問題就沒有 那至於費用方面呢 費用方面呢 就很容易說 你知道我們梁山坡股份有限公司 財大氣粗 遠近辭明 是 好啊 所以就 你看一下這樣 你們按最高的收費標準來收 按最高的收費標準來收 但是呢 我們做的項目呢 大概可能就是你最低的項目 那是什麼意思呢 啊 你 你姓什麼 我姓李 你姓李 李醫生 這樣的意思你都從不明白 不是很明白 哦 你是不是想打折 其實打折就不是那麼多 我叫你按最高的標準來收費 哦 我們做最低標準的體檢 哦 那是不是多了很大塊錢 你們賺了啊 哦哦哦 是哦 你賺了那麼大塊錢 那應該怎麼做啊 哦 禮貌上都要說聲多謝 豈有此理啊 說什麼多謝啊 哦哦 你們賺多了那塊錢給我啊 啊 賺多了那塊錢給你 為什麼啊 你 那你知不知道什麼叫commission commission啊 我不知道啊 我們通常都有早餐送 營養早餐送 因為要抽血 所以我們都會有營養早餐送的 夠不夠啊 我送多兩份給你 你 你叫李醫生後啊 是啊 怎樣啊 徐先生 我就畫公仔畫出牆 詳細細告訴你 現在梁山博股份有限公司派我下來 負責採購一個體檢的項目 你明白嗎 明白 然後我跟你談好之後 我回去報價錢 就是你們最高的價錢 實際上我們做的 是最便宜的那塊體檢 哦 然後你們賺多了很多錢 是啊 那些錢全部歸我 你明白嗎 全部歸你 我當然不明白 喂 你們按回原來最便宜的價錢 賺的那些就行 我知道 多了出來的那些是我的 有什麼可能全部歸你 那八二了 我八你二 還有沒有得談 剛剛你是假裝裝夢 現在你跟我說價錢 不是因為 你知不知道我的槍法很厲害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怕不怕我沒命 我不怕 我覺得你會怕過我 因為你是逃犯來的 你 一開始你下來說全部歸你 我當然是說不知道 你就知道了 你聰明一點 好嗎 你說到這樣 我真是最低的底線 六四 我六里四 你一開玩笑 你看看我手上戴著戒指 每隻都鬼死那麼粗 你看看我的頸鏈多粗 你看看我用的東西 全部都貴的 五五 五五 你五五都不肯 我去隔離醫院 你就去隔離醫院 隔離醫院 隔離醫院是我們的婚院 喂 你 那你想怎樣 你說 大家出來找一口吃 一口架 我七你三 要是要 不要過主 梁山上很多兄弟都是我的朋友 你新來的 你膽敢做這些事 你懂不懂規矩 大哥 我現在給你三成 已經算你撿到了 李醫生 念在你都是一條好汗 我免得難為你 實在不行 我直接打電話給老潮 懂不懂 不用驚動到我們是潮董事長 你都認識他的 我以為你官職態勢不認識他 不會 這樣吧 李醫生 怎麼說怎麼好 就你七我三 我現在先過數給你 我們沒什麼所謂 我們下面這間醫院 其實比梁山更黑 每年我們亂收費收多少錢 李醫生 人家明明一個中年阿伯過來照個費 我們還要收他上環費 你這些月母蝦仔 哪裏夠我們玩 李醫生 怎樣 我們討論具體檢方面 我們要做什麼項目 好嗎 OK 你說 我要求我們篩選出來的兄弟 大概有五千人左右 五千人 雙眼的視力要5.0以上 身高最好1.75米以上 體重要65公斤以下 65公斤以下 嘩 這樣就真的很瘦 最好不要有鴨屎堤 鴨屎堤 鴨屎堤是什麼 李醫生你不知道鴨屎堤是什麼 不知道 我們京城那邊 就把扁平竹叫做鴨屎堤 扁平竹叫鴨屎堤 好名 沒有鴨屎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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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不良的嗜好 不良的嗜好 很難的 譬如吃煙飲酒那些 你梁山的人 每個人都吃煙飲酒 喝酒而已 不一定吃煙的 如果吃煙飲酒同時都有 這個兄弟不能 不能 一迷吃煙一迷喝酒 不斷理解 還有 最後這個很關鍵 一定要白痴 白痴 身上不可以有胎忌 紋身 刀疤 最重要是皮膚滑漏白白痴 蛤 為何你的要求這麼奇怪 沒有 前面那些都是學歐廉青必須要的 最後這個白痴是我個人喜好 你個人喜好 是 好 那你找不允許 那些士兵為了加入這五千人的行列當中對我們行賄 最好就不好 你都賺了這麼多 如果不好的話 麻煩你交你三成其中的一半給我 喂 李醫生 那我們都是賺錢 玩得這麼大 會沒有水吃 我們醫院的規矩是這樣的 唉 為了我加入梁山第一個項目的成功 多大多大 好 都算是一條好漢 這樣吧 我留下梁城給你 我都不會難為你 多謝你 我都會在老潮面前讚你幾句 多謝你 你算好了 宋剛每次過來這裡都跟我談五成 就有他 給他面子 下次吧 下次你再帶隊過來選人 我自然給你高一點 好嗎 好 再見了 李醫生 好 萬行 你聯繫好就給我 你保重身體 我會的 小心看路啊 我都會 出街看車啊 連中不少人都跟我這樣說 但他們都死先過我的 你要小心點 是這樣的 拜拜 過了兩天 梁山坡上邊 就組織了全體員工 到山下這間醫院 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體檢 根據徐靈提供的標準 他們很快挑選了五千個兄弟 這五千個兄弟 就每日跟著徐靈 很勤力地練習歐廉槍法 那究竟 這個傳說之中這麼神奇的歐廉槍法 可不可以成功打敗這個連環馬呢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